财团法人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 数学教学影片 90年第一次基本学历测验 选择题第十题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下列何者可为方程式 91x平方-53x加6等于0的解 这里有ABCD四个选项 看看哪一个是题目所说 这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好来 那这是一个 求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题目 那我们就直接的来解解看 好吧 好来 这个方程式长这样 91x平方-53x加6等于0 好来 那在求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 很好 用十字交乘法 好来 那十字交乘法 它有几个步骤呢 很好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先检查什么 x平方向的系数 第二个步骤呢 常数向 第三个步骤呢 交叉 打个叉 去检查 x向的系数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先来看看 S平方向的系数 91 91 它可以有什么 它是不是有1乘以91 也可以7乘以13 对不对 那到底我们要用1乘以91 还是7乘以13呢 来我们看一下 ABCD四个选项 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线索 有没有看到 7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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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检查 S平方向的系数 91的时候 我们 直接试试看 7跟13 因为今天 给个四个选项 就是7跟13 好吧 好来 所以 第一个 S平方向的系数 我们用 7跟13 对不对 7乘以13 等于91 符合 第一个步骤 再来 第二个步骤 是不是 检查一下 常数项 对不对 好来 那这个题目 常数项是6 那6 我们知道 1乘以6 等于6 2乘以3 也等于6 对不对 那到底要 1乘以6 还是2乘以3呢 我们一样 来看一下 四个选项 ABCD四个选项 有没有出现1跟6 没有哦 是不是 负2 负2 2 3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2跟3 好吧 好来 那我们常数项 2乘以3 等于6 好 那现在 s平方向的系数 7乘以13 等于91 常数项 2乘以3 等于6 对不对 那我们来 打个叉叉 第三个步骤 我来检查看看 我的 x项的系数 有没有等于 负53 好不好 好来 那现在看一下 因为常数项的系数 是负的 负的53 哦 所以 你看 73 2 3 都是正的 有没有可能变负的53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来看看 常数项的地方 2乘以3 等于6 诶 那我如果 负2乘以负3 会不会也等于6 有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来检查看看 s项的系数 有没有等于负13 好来 7 3 21 负的21s 再来 负2乘以13 减掉26个x 那等于多少 是等于负的47个x 诶 那这个系数 x项的系数 负47 有没有跟题目给的负53一样 诶 没有哦 所以 这个方式 它是错的 好 那我们再试试看下一个 x平方 跟常数项 好 那因为题目只有给 7跟13 好 所以我们还是 用7跟13 常数项的部分呢 整起来要等于6 那题目是给2跟3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是用负2跟负3 现在对调一下 改成负3跟负2 好吧 那一样 7乘以13 等于91 负3乘以负2 等于6 s平方向的系数 跟常数项 都有符合题目 再来呢 第三个步骤 打个叉叉 十字教程 检查看看 x项的系数 有没有是题目给的负53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7 2 14 负的哦 这也是负2 所以负14x 再来 13乘以负3 39个x 诶 负14个x 再减39个x 多少 负的 53个x 诶 那看一下 负53x x的系数是负53 跟题目给的 诶 有没有一样 负53x 有对不对 所以表示 我们这一个 十字教程 它是对的 所以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91x平方 减53x 加6等于0 这是题目给的 一元二次方程式 然后我们用 十字教程 得到什么 7x 减3 乘上13x 减2 就等于0 好 那接下来 7x 减3 就等于0 或者是 13x 减2 等于0 所以最后 x 就等于7分之3 或者是 x呢 就等于13分之2 所以 题目给的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x的解 就是7分之3 或者是13分之2 那接下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看 7分之3 13分之2 有哪一个 出现在我 abcd四个选项 我来看一下 有了 这个 x等于13分之2 照的c选项 所以这个题目 同学 我们 选的就是c x等于13分之2 这个选项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